记者庄佩里台北报道 日本名导山崎贵星座《莲藏物语》由借雅人及女星高田冲熙主演 他们虽是初次合作,又有着20岁的年龄差,但互动却充满火花 借雅人透露,因为故事设定两人从一开始就很相爱 所以在诠释上,不需思考任何背景 而他虽只是用真实的,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我都好喜欢这种想法去演 但在演出的过程中,仍不禁赞叹高田真的很可爱 回忆起拍摄的趣事,借雅人导演一开始拍摄时有下指示 希望我俩的互动能让他都感到害羞 结果被导演这么一说,还真的害羞得不得了呢 收到指令后,两人增加了许多甜蜜的即兴互动 高田,我最常做的就是将下巴靠在借先生肩上 然后凝视他,非常有默契的两人 完全看不出来是第一次合作 完全将新婚夫妇放闪的甜蜜感冲到爆表 联仓物语讲述年轻貌美人七雅妻子 再嫁给住在联仓的悬疑小说作家一色震撼后 生活中充满了层出不穷的惊奇 该片将于3月2日在台上映 借亚人及高田冲锡中影国际提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